我现在就在这个冰岛的几大连锁超市其中之一叫做Hankup 它这种当地最正常的一个超市 它里面的物价是什么样的 这超市可以看跟我们国内很像 一进来也是先有一些日化品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冰岛屿我也看不懂 但是它下面一般都会有这种英文在上面 可以随便拿一个看一下像这个 拿这个以这个举例吧你看 2700270270除以2就是130多一瓶 感觉在冰岛很难找到100块钱以下的东西 刚刚我们找了一家很便宜的自助餐吃 下来也是人均150左右已经是相当便宜了 这里有月亮杯 然后这个这是100%的这个羊毛 下来就45块钱一包这样 这边有一个区域很可爱就是全部都是卖毛线的 你看它的颜色非常好看 非常自愈圣诞节刚过还是有一些卖圣诞的东西 它这超市真的是很像加勒福以类的 什么东西都会在一起 这还有冰岛当地的书 书的价格普遍在4000到6000 那很贵啊这边书 这边是基本上4400 200多块钱一本书这样 在这边看书也是一个奢侈品啊 哇 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当地的物价 菲利普的这个1.7升的烧水壶 9450块钱 450块钱人民币 在这里你想拿100块钱 可能真的是什么都买不到吧 然后这个冰箱里就是都是食物啊 这一片食物区 速冻的我们去看一下鸡蛋的价格 鸡蛋是从700500到1000价格都有 1000它这个量是多一点 然后500可能量少一点 500的话就这样 可能6个鸡蛋大概就是25块钱人民币 因为这边当地也没有那个超市 没有小没有那个菜市场 大家买东西其实都是在这 都是在商场买 我在国内已经觉得1块钱一个鸡蛋很贵了 没想到更更贵这边 这个马卡龙 看着很有食欲啊 都是各种黄油啊 cream cheese啊 各种芝士 看大片的这个黄芝士 我现在在卖肉的区域 然后我看到这块有新鲜的这个牛肉 然后它这里写的是六千 六六五千五克朗一公斤 这个可能就是2500左右 这个牛肉看非常新鲜 2500250就是100多块钱 其实在当地超市买东西自己做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这里就都是sausage 各种口味不同的带芝士的 barbecue辣的sausage 基本架构就在30块钱人民币左右 这个还是很划算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不认识 三文鱼 看这个肉 品质看得非常好 这里有卖这种烤鸡 这是明火在烤 然后自动赚 这里有价格 包给的不同价格 最贵的也就是100块钱 我们现在看一下水果的价格 这是小樱桃吧 看着好好吃啊 840块钱 这个这个这个 好圆润啊 每一个 770 35一个草莓 这个看着真的好好吃啊 每一个看上去都很饱满的样子 然后它这里还有那个 Raspirate 树莓 这个这么大一桶蓝莓 1500 1500 1500 75块钱人民币这样 这样这么大一桶 这么大一桶是500克 你看它的苹果包装好可爱 哇这个梨长得好大啊 长得跟葫芦一样 这还有青梅 姜姜姜姜姜 姜生姜 这个生姜 这是正安八景的大姜啊 1600一公斤 1600 8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 大姜 土豆 哎这个是什么土豆啊 摸上去软软的 这个土豆 这是小土豆 500块 500块钱 550 25块钱一袋 这在当地已经是平民价了 现在要来看看我关心的这个可口可乐的价格 在这里 这里 小厅的可口可乐是150 15 15 7块钱 然后这种中等厅是250 250 25 17块钱一瓶 这个可乐 好 好